大家好,我是鱼线,身长14-18厘米,体重65-75克,别看我身小体轻,我可是人体内第二大消化工厂。 对于消化过程,我起着关键作用,每天要制造700毫升的消化液。 我有两份工作,一个是提供消化液、鱼叶,主人吃了肉、海鲜等食物,以为全部是喂消化的,功劳都是喂的,其实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。 我的外表是由仪泡和仪馆组成,仪泡生产仪液,仪馆是运输仪液的管道,仪液里全部是消化蛋白、脂肪和糖等的秘密武器——酶。 仪液中的主要成分是水、电解质和20多种消化酶。 它通过管道被运输到12指肠,参与消化工作,主人吃下的食物必须经过我的加工,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,比如把一块肌肉变成可以吸收的小分子营养物质,就要依靠仪液的帮助。 仪液中的消化酶,就好像加工产的燃料。 如果仪液不足够,就会造成燃料不足,严重影响食物消化,造成消化不良,代谢紊乱,营养不良。 第二份工作是由内分泌完成。 我的身体有如一片汪洋大海,内分泌线是由上百万像小岛一样的细胞群移岛组成。 胰岛分泌好几种激素,特别是分泌人体唯一能降低血糖的胰岛素,负责调节糖代谢。 一旦胰岛素缺乏,就会引起糖尿病。 如果我的胰岛不听话,突然罢工,主人的细胞就要试图燃烧其他燃料。 脂肪会被燃烧,主人会变得憔悴不堪,又饥又饿,多饮多食,瘦骨如彩。 葡萄糖得不到燃烧,随着尿排出体外,每天排尿多达3800毫升左右。 现在大家了解我的作用了吧? 我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内分泌和外分泌两大功能。 我就如同水利发电厂,源源不断地将水能转变成电能。 但是我也会生病啊,轻者发炎,重者得癌。 江湖上传说患癌症的我是癌症家族中的王中之王。 委屈的是很少人重视我,当发现我病了,通常就已经进入晚期了。 这个地方痛,主人一定要注意了。 左上腹长期慢性疼痛,疼痛有一个特点。 闷脏痛,甚至腰痛,夜间更加明显。 人们口口声声说,我生病不容易发现,这个能怪我吗? 我也挺冤枉的,人们只抱怨结果,而不去想结果是怎么造成的。 人们经常给我施加压力,首先就是高蛋白质和高脂肪食物。 主人经常暴食暴饮,大鱼大舟拼命往嘴里塞,痛快了嘴却折磨了我。 为了消化这些食物,我必须超负荷工作。 疑液分泌多了,但是运输疑液的疑管仍然是那么窄,一下子承载不了快速分泌的疑液。 疑液被迫流进疑线组织里,疑液虽然是我生产的消化武器,但是它是六亲不认的,导致我受伤。 如果杀伤了我的外分泌组织,那就会导致消化脂肪和蛋白质的能力降低。 结果就是胃口差,体重下降,腹脏腹泻等,而且不容易恢复。 如果杀伤了我的内部,那可能就会导致糖尿病。 如果疑管阻塞,消化没外溢,周围的一切都会被破坏。 人体组织会被当作食物来消化,这就是让人害怕的急性胰岛炎。 还有主人一喝酒,我又不得不战战兢兢面对一场硬仗了。 喝着酒,吃着烤肉,嘴是畅快了,但是我要很久才能恢复过来。 尽管这些只是我患癌的诱因,但是这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了。 不想我得病其实并不难,那就是善待我,不要常常让我超负荷工作。 一天不要吃超过五分蛋白质,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,不要暴饮暴食。 最怕的是你们大吃海鲜家喝啤酒,我实在是顶不住啊。 如果主人善待我,我保证为主人服役一辈子。 而且不给主人添任何麻烦。 讲完了,关注医学,如果学到了知识,记得分享给朋友。